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今天着重讲解一下第二种,首先,找到几个在谷歌排名不错的竞争对手的网站,可以输入关键词,看自然排名前四五名的网站。 内容为王,内容优化,是每个sealware的必需技能,从标题,URL到关键词布置,图片优化等要点,我们之前都讲过很多次了,在此强调,比较容易被忽视的两点。 一,使用简短的URL,除了域名,每个URL大家再写不超过三个的关键词最好。 二,在页面的突出,显示社交分享按钮,在页面显眼的地方,仿制社交分享按钮,可显著增加内容的社交分享次数,而社交分享,可以为网站带来流量,增加反向链接,并可以间接影响网站的排名。 七,制作高质量的出展,链接导出链接,近些年,随着蜂鸟和企鹅算法的更新,人们对Hilltop这一Google算法好像不再那么重视了。 其实,尽管已经过了十年,Hilltop仍然在搜索引擎领域,发挥着重要作用。 它主要是告诉谷歌你的页面,是否是,A hub of information。 如果是的话,则有利于排名,而判断是否的标准,则是导出链接的数量和质量。 每个页面,至少有三个导向相关高质量,高权重网站的导出链接。 当然,不必严格的,为了卡这个数量,而制作些,无关紧要的导出链接。 导出链接,也需要一定程度的,卡用户体验,在用户,需要或希望的添加。 比如,对一个比较冷门的行业术语,做个指向维基百科,术语解释的链接。 8. 给谷歌排名二三页的,页面导权重,即使高质量的内容,如果SEO做得不到位,排名也可能,会卡在二三页上。 下面告诉大家一个,超级实用有效的方法,能将排名二三页的网页,尽快提升至首页。 三步走,一,使用新版的Google Search Console查找排在第二页,或者第三页的关键字。 二,确定网站的权威页面,利用RF工具,即进入二,中得到的权威网页后台,做一些指向。 一,中得到的,排名二三页的,关键词的着陆页,的内链。 9. 在邮件推广中,善用Because一词,我们写了新博客,或者发布了新产品后,可以做些邮件营销。 比如像网站的订阅者,发送新文章推送邮件,向老顾客发送,打折信息邮件等。 但是,在信息轰炸的时代,如何才能让用户,不把你的邮件,一键点到垃圾箱呢? OK,你可以尝试在内容里,加上Because这个词。 而你呢,如果在邮件里,用Because向用户简短快速的,回答了这两个问题,则既给了自己,发邮件的合法理由,也满足了,用户的心理需求,就可能会获得,较高的回复率。 10. 优化YouTube视频的Description。 YouTube视频搜索结果,占据了谷歌首页的半壁江山。 这个事实大家肯定都知道的,而且这个事实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,都不太可能发生大转变,且200家的video描述。 很多朋友在上传视频时,喜欢简短的写一句,Here is my video, hope you like it。 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,因为谷歌需要,依靠你视频的标题文本,或描述内容,来理解你的视频内容。 而且这里的文本,还有助于目标关键词的排名,所以,大家要重视,video description,布置好,目标关键词及敬意词,常委词等。 。